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漂亮的舞美很漂亮的 它是蛮浪漫的那种 因为基调它的定位就是古典梦幻浪漫乐剧 所以它可能在整个综合艺术的呈现上 无论是一些老的乐剧戏迷啊 或者是从来没有走进剧场见识过乐剧的观众 我想它都会有一种 就是说带来一种审美上的那种情趣 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一种挑战 因为一个演员要分别饰演两个角色 那个时候我还是小生 那个后来又就是里面有一个张周的角色 是张周的老生 其实这个虚生我是从来都没有演过 这个第一次演 对 那个时候导演那个陈欣 大导演嘛 陈欣一 那么一定要挂胡绪 那我说我不会唱啊 挂上去以后我的嘴巴就不会动了 因为他有的时候呛妆 呛得很快 呛妆的 对 试妆的时候 哎呀 我说难过的来 这个嘴巴张不开来 那么后来就是说时间长了 那么也跟他们那个老生去学 我说你们戴胡子的时候 这个嘴巴是怎么样的 那有的时候唱上上 这个胡子掉到那个嘴巴里面去 哎呀 我说真难过 那么另外一个角色是楚王生 他是有着风流梯躺的那种 那他那种眼神也是很很很很 风流的 对 他眼里面一定要有那种 迷倒过很多了 那又觉得女观众 我相信 因为台下的无论是老中青少 都迷倒了 是的 其实蝴蝶梦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种挑战 他太过瘾了 那个戏 不仅是流派跨航档的一种挑战 对我们的要求 你就是重新来塑造一个甜秀 小华或者重新塑造一个楚皇生 和那个庄周 你把你以前演的一种惯有的手法先搁在一边 并不说不用 但是我们先把人物的基调给抓准了 然后就是我们再配合一些 就是说肢体语言啊 还有一些 他有点舞蹈的 对对 一些肢体语言 另外就是他又没有水秀 那么你像在没有水秀表演的情况下 你要把每个肢体语言 你的这个手延伸法都表现得比较到位的话 这可能对我们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对我们的这个手延伸法都表现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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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这个手延伸法的这个手延伸法都表现得比较好 哭字幕 芒断云 山谷芳群 温增一滴几夜 梦里有 哭飘不浮丁 山水从梦梦梦中 我阴重南极 梦醒重选 温增一滴几夜 梦醒一滴几夜 温增一滴几夜 梦醒一滴几夜 从此皆世 山滴几夜 温增一滴几夜 梦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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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几夜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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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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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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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